尊敬的诸位仁者 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论语 请看第七篇 数尔 第七 上一次呢 我们讲到第六章 那么这一章是儒学总纲领 我们花了整整四个小时来讲解这一章 那么主要依据李炳南老先生 《雪公讲要》里面的注释 他老人家讲得非常的详细 那么我们上次呢 还没有讲到偶艺大师 以及江谦先生对这一章的注解 所以我们今天呢把它补出来 我们先把这章读一下 子曰 智于道 聚于德 医于人 犹于义 那么我们看偶艺大师他的注解 着五云 学问阶级 方外始约 虽有阶级 不是剑刺 可谓六而长级 偶艺大师 在这里呢 他的注解非常的简单 而又是精要 那么他老人家呢 没有直接说自己的意思 而是啊 引用了两位大德的注解 那么他引用的也代表了他自己本人的意思 那么第一位大德呢 是李卓武先生 他讲的是学问阶级 四个字啊 概括全章 那么 偶艺大师 在这里呢 他说的这个 角度啊 跟 雪公 有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 也住得非常的好 雪公讲要里面 讲这个 智道 聚得 医人 犹益 那么是 讲这个 体 相 用 这个角度 道 是体 得 是相 仁 义 是用 这个体 相 用呢 是一而三 三而一 那么 换句话说呢 这个是 没有讲阶级这方面 阶级就是阶梯 学问的阶梯 那 偶艺大师呢 他的注解 是从 我们该 怎么学 循序 渐进的 逐渐的 提升 我们的境界 从这个阶级 上面来讲 所以 把 智道 聚得 依人 犹益 这个 作为阶级来讲 也很好 那第一步呢 是道 道是讲的是最低的 道是当做 道路讲 就是你要 上这条路 然后 聚得呢 就你已经得了 德 这是当做 得到的 那个德 道呢 还没有 到达目的地 德已经 到了目的地 那么 道人呢 就是你要 保持 这样的境界 得到这个境界 不能失去 要保持 那么保持再提升呢 那就变成啊 义 这个义就是啊 已经 出神入化了 所谓得心应手 左右风源 完全已经啊 炉火 纯青的 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么这是讲到 学问阶级 偶一大师又引 第二位大德 方外始月 虽有阶级 不是剑刺 虽说的是啊 学问的阶级 你按照这个阶梯走 但是又不是剑刺 这个呢 又有点 很难领会了 阶级当然是要 循序渐进 剑刺 提升 那为什么又说 不是剑刺 这里 这里就是佛法里 华言宗啊 华言宗啊 讲究的 行步 不爱 圆融 圆融 不爱 行步 行步 是阶级 我们的学习 从一年级 到二年级 到三年级 不断地往上提升 但是呢 每一阶级呢 又是圆融的 那这个 在一般学校的教学里面呢 不可能做到 你比如说一年级里面 一年级只能学一年级的课程 不能够学二年级 三年级的课程 但是呢 在这个圣贤学问里面呢 一年级里面呢 已经涵盖了 全部年级的课程 一直涵盖了 你到博士毕业为止 这个所有课程 博士的课程呢 在一年级也有教 只是所教的呢 因为对一年级学生来讲 只有 这个 他领会的浅身 程度上就不一样 那么 在佛法里面的教学 就是如此 你看看 释迦摩尼佛 在每次的 讲法 在座的听众里面 各种程度 各种根器的人 都有 有 大成根器 有小成根器 有 凡夫 有罗汉 有菩萨 菩萨里面呢 那个阶级也是很多种 《华严经》里面讲的52个阶级 大家一起来 听佛说法 各自所领会的不一样 那一年级的程度的人呢 他领会的就是得到一年级的 这个学位 二年级的人呢 这个程度呢 他就领会到二年级的学位 博士班的这个程度呢 他领会的就是博士的 课上的学位 正是佛以音音而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节 这是教学的最高善巧 那我们说 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到呢 实际上 佛 他 所谓的 应激说法 应众生心 而为说法 众生 他有什么样的 疑问 佛的回答 他所听到的 正好就是回答他的疑问 这是众生有感 佛菩萨有应 那在佛菩萨那边呢 他的心呢 没有动过 绝对没有想着 我要给你怎么回答 如果我想着我要给你回答 那我就把我所回答的局限 只能对你了 其他人听了 就不是他的程度 程度浅的听不懂 程度深的 他就 觉得你讲的太浅了 他不想了听 所以 诸佛菩萨 讲经说法 他不用心 就不用自己的思想 完全是什么呢 自信中自然流露 他讲还是不起心 不懂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就好像 我们呢 这个扣钟一样 扣这个钟 钟就响 不扣 钟就不响 那扣一下呢 声音传出来了 每一个人听到的声音又不一样 为什么呢 个人的听力有区别 耳朵好的 听得很大声 耳朵背的 听到也能听到 听到小声 举这个例子 所以圣人讲法 他不用意识心 因此 讲一法 就是普遍的 利益 一切众生 在经上 用 天下大雨的这个比喻 天下大雨了 他下的这个雨水 一定是均匀分布在 这个下雨的地区 那大树呢 它的根呢 很粗 它所吸收的雨水量 就多 那小草呢 它的根浅 所以呢 它吸收的这个水分 就少 但是 对于天来讲 它下雨 有没有特别多照顾 那个大树 对于小草 就少照顾一点 它没有 如果有这个心 这种分别之种 这就不平等了 这圣人讲法 就好像天 普降甘露 每个人所得到的 不一样 这是个人根气不一样 不是 老师 讲课 讲经 不平等 是 众生 它的程度 不平等 根气不平等 所以接受的多少 就不平等 从众生 接受多少 我们来分 学问这几 那么从这里 我们就晓得 我们 现在是什么个阶级 我们心不希望 我们的阶级高一些 那怎么样才能高一些呢 这完全是 看个人学习的那份成净心 所谓一分成净 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净 得十分利益 那我们现在 讲课 也是啊 慢慢的 对这个 教学的方式 能理解 过去 我在大学里面教书 教着一个班 我呢 一般都是教硕士班 或者博士班 大家的 学生的程度啊 相当 都是经历过 一定的 这个本科的学习 然后呢 进到这个班来 所以好教 大家程度相当 那我们教的是 金融专业课 可是现在呢 我们不在大学教了 我们呢 每天呢 对着网络上课 讲这些圣贤的经典 那这听众啊 那是参词不起 各种根系的人都有 各种程度的人都有 各种学历的人都有 上智博士 就很有文化的 那么也有呢 这个 文化程度啊 不高的 甚至可能呢 或许吧 我猜想 也有啊 不认识字的 老人家 或许未必读过书的 或许他们也来听 那如何让 这么多不同类型的 人呢 都能听到有受用 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大难题啊 所以 这个属于大讲堂 大讲堂是 这个听众的 各种程度的人都有 他都能听到有利益 那就需要什么呢 讲课的人本身 不能够啊 有分别之种 纯粹要用一个 仁爱 慈悲的心 来讲授这个课程 虽然我们平时 也要备课 这些 这个 引用的经典 引用的注解 我们都要去准备 包括这个字幕 我们事先要给摄影棚 同修 他们来 事先上好 这些呢 预备的课程 预备的这些工作 一定要先做 那要很认真地做 但是光这么做不够 上了台讲课 有时候啊 就未必是依你原来准备的来讲了 你所准备的 是用你意识性 去思考 去筹划 上了台了 最重要的 是要以一个爱心 一个慈悲的心来讲 这是我们恩师常常提醒我们 讲课的老师 讲得好不好 重要的是这一点 这就是你的心地 你为什么要来这讲 是图名吗 图利吗 是博得大家的掌声赞叹吗 还是说真正希望 听众啊 能够有所觉悟 纯粹是一颗 利人之心 没有一丝毫想到自己 以这样的心态 才能够把课讲好 而听众啊 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你这个真的不像大学里授课 大学授课 你是传授知识 而且对象是固定的 但是现在是对象不固定 像我们这论语课 讲到今天第49集了 将近100个小时了 50集就是100小时 那么真正从头到尾听下来的人 我估计不多 很多人是中途插入 听个几段 然后中间又离开了 那么如何能够啊 让人能够听个两个小时 甚至可能他听个十分钟 他也能得到利益 这个关键就在于啊 我们自己都是返求诸己 我们自己一定要 好好的羞耻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门力 把自己放下了 才能够有一点感应 这个感应啊 就是别人能听到 他得到利益 这是对讲者而言 那对听者而言呢 我如何能从这个课程里面 得到利益呢 那也是成定性 我对这个课程 我为什么来着学 我以什么心态来学 我是来增加点儒学常识吗 论语嘛 听人说 这在儒家里面 最重要的一部经典了 我没听过 好像也不太好意思 还得去听一听 抱着这样的心态 能学到多少吗 很有限的 听到的只是皮毛 那么也许也有的人说 我来听听 钟老师讲的怎么样 人人都说 钟老师讲的不错 我来看看 他是不是到底讲的不错 来找找他有什么毛病 你看他讲的这个讲错了 你看那个讲错了 专门来挑毛病 挑毛病呢 我是很感恩 我希望大家多挑毛病 好让我提升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只是抱着 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学 那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那这种 跳毛病 谁有资格跳毛病 老师 老师是跳毛病 对学生 严格的要求 那么 当然 我讲课 那是 以学生 对老师的心态 在座的诸位 都是我的老师 所以 这个 我这样讲 不是说 不让大家挑毛病 请大家多挑毛病 但是呢 我也不能够不告诉你 你要真想学到 圣贤心法 你要必须 以十足成静的心来学 如果我只为 跟大家得到一些好处 大家挑毛病呢 我就提升了 这我还是自私自利 我也得把实话告诉你 我们真要学 那 总是以最谦卑 最恭敬 最真诚的态度 那听一句 都是说话 甚至听了一句 念头一转 可能 就能转凡成圣 从凡夫位 转到圣位了 你看 你说是切阶级吧 他没有剑刺 因为凡圣之间 就一念之差 凡人的念头 只想到自己 圣人念头是无我了 那我们讲这个论语 贯穿着如是道的思想 说来说去 没别的 都是呢 劝我们呢 放下而已 首先第一个 就是放下我之 放下我之 自私 那你就 正果了 佛法里讲 你正得阿罗汉果 执着 这是第一关 突破了以后呢 第二关是放分别 把分别放下了 你就成菩萨果了 最后把起心动念 都放下了 你就是大圣人 佛果了 所以 夫子教我们 智道 俱德 依人 游义 可以说是学问阶级 但是又是 云荣 像颜回 这样根性 立的人 听 夫子讲一句 客己 复礼 立刻就入境界 听懂了 听懂了 就放下自己了 放下自己 那些毛病习气 本性 本善 现象 放下自己 叫客己 回归 本性 本善 叫复礼 客己 复礼 就转翻成圣 那 根性 差一些的 可能要听 好多遍 甚至听 好多年 甚至听 一辈子 到最后 都放下了 最后 就转翻成圣 听一辈子 都不肯放下的 那这一生 又是白过 没有成就了 所以我们自己思量 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根性 我们应该怎么做 根性也是变化的 不是一成不变 那这里讲的可谓六耳长吉 这是讲佛法里面讲 六级佛 这是 佛家天台宗教义里面说的 偶艺大师 对论语的解释 都是用佛法 显示出 如佛相同 那么用佛法来理解 夫子讲的话 那我们理解得更深刻 那下面呢 《将签补助》里头讲的 他把六耳长吉 详细解释出来了 他说六耳长吉者 为众圣几佛 而间次分支 则有六种戒吉 一 礼吉 二 名字吉 三 观形吉 四 相似吉 五 分正吉 六 究竟吉 我们先看到这 这个 六耳长吉 这个意思 是讲的众生几佛 众生 是我们 没有成佛的人 就是没有成为圣人 这些凡人 那我们就是 不要说别人 就是我 我现在 是众生 是凡人 那 不断地往上提升 就是不断地回归自己本性 有一个鉴刺 这是讲的阶级 有六个阶级 那第一个是礼吉 这个礼吉呢 它不属于阶级 这个礼 是讲的 理体 本性上来讲 每个人 本来是佛 本来成圣人 跟姚顺 这样的大圣人 无二无别 跟释迦摩尼佛这样的大圣人 无二无别 本性上讲 这是礼吉佛 礼吉圣 那么在本性上讲 虽然我们都是一样的 可是呢 确确实实 现在呢 在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受用上 完全不一样 佛就是佛 我们的就是凡福 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没有德行 这个很多的都是烦恼 怎么办 这到底怎么回事 儒家三字经 这开头就告诉我们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这意思讲得很明白了 我们本性上虽然一样啊 但是习性上不一样 我们呢 是烦恼的习性 而佛和圣人 已经没有这些烦恼习性 它只是本性的作用 那就是本善 本觉 所以 他回归了 本性了 就是已成的圣人 那我们现在呢 明白这一点 就得立志 要去做圣人 刚想立志 这志于道 志虽然立了 还没成就 还没开始呢 这叫第二个 就是明自己 这是什么呢 有名无实 还不是真的 我现在呢 刚立了志愿 发心了 要去成圣人 迈开步 要走上这条路了 就至于道 刚开始 还是很多烦恼习性 而且呢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同感 我就是这样感觉到 刚开始学的时候啊 好像烦恼更多了 这个妄想 分别执着 似乎更重了 原来没学这个圣贤教 教诲之前呢 还挺好的 好像没什么烦恼 自己以为了 没什么烦恼 学了之后 就发现 哎呀 自己怎么烦恼 这么多 甚至会怀疑 是不是学了 才会这么多 不是 所以有时候 我们也听到 有人向我们恩师 请教 说我们的念佛 不念的时候 还没什么妄想 一念的妄想 怎么这么多 是不是 念佛把妄想 带出来了 这个 是我们感觉上 有片场 就今天呢 我在疗房里啊 没事扫扫地 突然误明白这个道理 房间里的地面 本来也挺干净的 看不到有什么脏的东西 拿扫把扫啊扫啊 扫出真的扫出来不少尘土 啊 我就明白了 我们学道 你要是没认识这个道之前 你还感觉到挺好 挺干净的 结果现在要扫了 一扫呢 把垃圾全扫出来了 那你不能说 扫出来这些垃圾 是因为学道 才有这个垃圾 不是 是原来就有这些垃圾 只是你没扫 你看不出来 你把它扫在一起了 你就发现原来啊 还真的不少 这些尘土了 那就要把它擦干净 扫除这些污染 才能够把本质清净的本性 显露出来 所以我们学道一开始 肯定有这个状态 不学则医学 怎么觉得更烦恼了 那不是 是你觉察到又烦恼了 原来你还没觉察到啊 你还觉得挺美的 你这一学发现 浑身都是不适处 毛病习气一大堆 你跟人讲 人家也不相信 人家说你挺好的 你怎么老是自责呢 不是自责 真的是毛病习气一大堆 自己现在明白了 那么这个呢 就要开始修了 有毛病习气就要修 你能够觉察到你有毛病习气 这叫开悟 悟后起修 起修啊 就到了第三 观行级 你观就是觉察 觉察到自己 这个行为造作 起心动念 啊 原来这么多毛病 这么多不对 觉察了是开悟 就叫观 行呢 就是修行 行为有错误 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啊 所以不断的修 就是不断的把灰尘呢 给擦干净 扫干净 然后慢慢慢慢呢 扫得差不多了 到了相似极了 相似是什么 你跟圣人很像了 其实本来我们跟圣人是一模一样 只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这个这个外面有着一层障碍 把这障碍的扫除掉了 里面透出来的越来越多了 虽然还没有完全显露啊 哎 很像了 越来越像圣人了 这是什么呢 别人看到你的 你自己 不是有这种感觉的 你只是自己觉得自己 还是毛病稀奇一大堆 啊 越改 他越有 行为上没有了 念头上还有 不断的在调伏自己的这个习气 不敢放松啊 绝对不会以为说 哎 你看我现在好像是圣人了 你有这一念 完了 马上堕落 功夫立刻退转 你这傲慢心起来了 这一退转 那不仅不像啊 那可能是 这个原来 刚发心的时候 那种状态都不如了 一退就退到谷底啊 那后来慢慢在忏悔 才能够慢慢恢复 不过人在修学的过程中 肯定有这些起伏的 不可能是啊 这个一下到底 这个 悟啊 可以是顿悟 但是修一定是见修 不可能顿修 顿修恐怕只有 六祖慧能大师一个人 顿悟顿修 一下一步登天就成佛了 那只有他一个人 其他人 那都要有一个过程 那么 这个相思呢 是他有圣人的智慧 他的能力 他的福报 他的这个德行 真的跟圣人差不多了 但是呢 还没有完全正德 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 我们晚上看月亮 这个月亮呢 因为晚上下雨 这个云层太厚了 月亮根本挡住了 根本看不到有月亮 一点月光都没有 那我们原来还不知道天上有月亮 那时候呢 就十足的凡人 那么后来有人告诉你说 天上有个月亮 是吗 天上有月亮吗 是的 那么告诉你 天上有月亮这个人呢 他是一位圣人 他看到有月亮 他曾经看过 那你就相信他了 这时候你又发心 好 那我要去看天上的月亮 这是明字即位 你是知道有 但是根本没得到 然后呢 慢慢慢慢呢 这个云呢 就淡了 不下雨了 天晴朗了 可是天上还有不少云 还是挡住月亮 可是有月光呢 透了出来 你感觉到 是天上应该有月亮 但是你没看到月亮 你于是继续修 那是从明字位到观形位 然后从观形位 继续修相似位了 那个云彩已经很淡很淡 像一层青纱一样的 挡住了月亮 但是你已经看到月亮的轮廓 你透过薄云看到月亮 只是看到它的轮廓 还没真正见到月亮 但是你知道它肯定有了 那个云层后面那个月亮相似 最后把云彩拨开了 你就看到真月亮 这是第五个层次 分正级 你正得了 但是你虽然正得了 你正得的不圆满 因为这个不是十五的月亮 可能现在只是初一的月亮 那只是个小月牙 但是你真的看到它 那个不是假的 是真的 你就成圣人了 但是圣人也有他的阶体 不一样 这个阶级不同 华严经理讲的 这个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的 这个法身大事 有四十二个阶级 从初注到妙诀 这四十二个阶级 十注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觉 妙诀 四十二个位词 每一个人都看到真的月亮 这叫分正位 但是最初的 初注的菩萨呢 只能看到初一的月亮 一直到 妙诀位 他看到的是十五的月亮 看到的月亮都是真的 但是呢 分正位不一样 到最后啊 到十五的月亮了 就是旧境极 第六个就是旧境极 旧境圆满 那是圆圆满满的满月了 你成为一个圆满的圣人 这是讲到六集 那么 套这个论语里面 这一章 怎么个说法呢 江千补助理说 道德仁义 只是仁耳 行之 为之道 得之 为之德 守之 为之人 取之 左右逢源 着语 事物 为之义 那么这里讲的 道德 仁义 这四个方面 只是一个人子 是人的 这个 四个 阶级 人就是圣人的境界 我们讲的很多 人者爱人 人虽然是二人 但是二人是一体的 代表什么呢 人我不二 宇宙一体 到这个境界了 圆满正的 这个境界了 那这就是大圣人 那什么叫道 什么叫德 什么叫仁 什么叫义 这四个阶级 行之为之道 也就是你发心 立志了 志于道 立志了 你就上道 上路了 道就是路 朝着这个方向 努力 得之 为之德 一直努力到 你能够 得到了 得到什么呢 圣人的 受用 你有体验了 你能证明了 这就有德 所谓 行道 有德于心 这叫德 那么 观行 相似 都是会有行道 有德于心 得的不一样 我们讲 心得 如果没有去修 你光是 明自卫 就是你只懂个道理 你没去真做 没真干 你不会有心得 你不会有体验 到有了体验了 就是有德了 像夫子讲的 学耳师系之 不义悦乎 他这一讲 你马上能明白 真的是不义悦乎 因为什么呢 我尝到了 那就不是空谈 没尝到 只是解释这个文词 那叫乳学 真正去做了 尝到滋味了 这叫学乳 这就有德了 那守之位之人 得到了你的守住他 不能够松懈 不能放弃 弃而不舍 勇猛精进 一直学下去 一直干下去 就守 守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这论语里面讲 以人为己任 死而后已 你守住这个人 一直守到死为止 都不能放松 你这才能够 到人呢 这个境界 那么再功夫提升呢 就到了义了 义是讲 取之 取是用 你已经得到人之体 要用起来呢 不管你是自做什么行业 不管你是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哪一类人 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待人处事皆物 左右风源 左右风源 左语事物 你都用得上 这叫义 这是义术了 所以学习圣贤之道 要懂得用 活学活用 首先你得学明白 然后你要去用 用在你的生活当中 天天你会有悟处 天天你都有心得 然后你越学越快乐 真是不亦越乎 境界不断提升 终有一日 你能够成为圣人 好 这一章我们就学到此地 下面我们来看 下面第七章 子曰 自行数修以上 无未尝无会焉 那么这句话 孔子讲的 说 这有来求教的人 有来学习的人 自行数修之礼 这个数修啊 是过去学生拜老师 给老师的这个礼物 在孔子时代呢 数修啊 就是两条干肉 所以叫数修 绑在一起的 塑在一起两条干肉 这叫数修 那么给老师献这个礼呢 是对于老师的一种尊重 老师并不在乎 你那两条干肉 但是呢 做学生的要依这个礼 表示尊师重道 那么 在中国古代 讲求孝道 师道 孝道是孩子对父母 孝敬 师道是学生对老师 要尊敬 而师道建立在孝道基础上 人只有孝敬 孝敬父母 他才能会恭敬老师 所以呢 这个老师跟父母 为了培养孩子 要互相配合 那么拜老师的时候 那都是什么呢 老师这个 不会去求学生来 求这个学习的 现在才讲招生 以前不招生 只问来学 为文网教 这是师道尊严 那父母 带着孩子去拜师 我们恩师啊 过去上司书的时候 跟我们讲 他也是这样 父亲带着他 到祠堂里面 过去 司书设在祠堂 拜老师 首先呢 父亲带着孩子 向孔圣人的像 三跪九寇 然后请老师上座 还是父亲带着孩子 向老师三跪九寇 行这样的大礼 那老师接受了 父亲这样 郑重的 嘱托 怎能够 不好好用心地 教这个孩子 所以啊 这个师道 是父亲 做出来的 让孩子心目中啊 就知道要尊师 尊师重道了 你看父亲 对老师都这样 恭敬 那我岂敢 不听老师话了 尊师重道 还是为了学生 让他能够啊 起这个沉浸心 他才能学到东西 这是一种慈悲 所以孔子在这里讲 这个凡事 自行述修 自行 就是自己啊 学生自己来 带着述修之礼 拜老师 来求孔子 这个 向孔子求学的 这个 速修以上呢 就是 高于速修之礼 就 这个礼呢 更重的 那么 当然 就更要去教导 所以孔子说 无畏常 无慧也 慧就是教会 孔子 未尝 不教会 这样的学生 这个 话呢 也是表明 夫子 那种啊 对于 学生啊 承诺 只要你能够 带着 带着恭敬心 来学习 我一定会 好好教 这个 带着 速修之礼啊 那是 表达一种恭敬 如果 如果这个礼都没有 说明 没有恭敬心 孔子 并不是贪那两条 干肉啊 那孔子 本人 早就超越了 物质 你看他本人讲 连富贵 都能看作是 佛云一样 更何况那一点点 小礼物呢 他为什么这么要求 就是要求 来求学的 要有恭敬心 所以 这个师道之礼 不能不讲求 利益不可费 那么我 跟着 恩师上人 求学 我母亲呢 也是 在 2006年 9月 27号 当时呢 我已经 在大学里面 递上了 辞职了 准备呢 专心 放下一切 跟着 恩师 学道 我母亲呢 带着 一些礼物 素修之礼 那我们 家庭 这个经济嘛 不是非常的富裕 一点 这个 特产 表达我们的 对老师的敬意 来到香港 母亲就带着我 来 拜老师 恩师非常 高兴 就看得出来 这个 他呢 当时特别换了 一套新的衣服 在客厅里面呢 认真地接待我们母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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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感谢观看